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练习,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加一点一个练习,好,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句子,那么这个文章呢,这个文章呢,比较长,比较长,我们来看一下,他说,Hydrogeology is a science dealing with the properties,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at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in the soil, and underlying rocks, and in the atmospheric atmosphere. 好,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第一个句子,那么这个句子呢,我们看一下,整个句子有没有逻辑联系词,那么我们发现没有,对不对,有的话就是and,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些比较并列的一些逻辑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第二步,我们应该找他的主干,对不对,他主干,那么谁主义,很明显,叫做Hydrogeology,Hydrogeology这个词,有同学说,老师我不认识,没有关系,Hydro,水,是不是,这个都背过,那接下来呢,ology是个后缀, 就表示某种学科,那么水的一种学科,这叫水文地质学,是不是,那么水文地质学,那么接下来,他的位移动词是一个什么,是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主题比较结构,对吧,那么他的表语是谁,science,所以整个的句子就出来了,就是水文地质学是一门科学,哦,你说啊,老师原来这么简单啊,对,水文地质学是一门科学,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举词机师来拆解了,那么水文地质学是一门什么科学,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cience, 后面,左边限定词吧,然后右边是什么,dealing with the properties,那么翻译的时候要提前呢,对不对,就是他是什么,dealing with,什么,叫做涉及,关于,他是一门什么会叫,关于 properties,熟性,关于distribution,分布,关于circulation,关于循环的一门科学,所以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大家进行翻译, 水文地质学是一门处理,研究哪个方面呢,循环,循环,分布和熟性的科学,那么研究谁的,循环,分布,熟性的科学呢,水的,这个off water就是一个后的机构, 所以说,继续加长,水文地质学是一门研究,研究水的,你看,幼痴要提前,对不对,水的,OK,水的循环,水的分布,水的属性的科学,那么最好看,在哪里的水啊,on the surface,又一个幼痴, 那么继续提前,水文地质学是一门研究,在表面的水的,循环,分布,熟性的科学,在哪里的表面,off the land,在陆地的表面的水的,循环,熟性,这个,这个,分布,熟性的科学,对不对,那还有在哪呢,in the soil,还有什么呢,under the rocks, 这是后面全是幼痴结构,那么这个整个句子翻译出来,就这样子的,水文地质学是一门研究,从后往前啊,研究在岩石下,在土壤中,在陆地的,表面的,水的,循环,分布,和熟性的科学,OK,看清楚了吧,好,这是我们GIE第一个句子,GIE第一个句子,那么我们就看出来了,整个的一个, 长修士成分,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么长修士成分会被用作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整个句子就搞得特别特别长,这是整个的把长修士做一个主语,那么当我们识别不出一个主语来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就一下子就,就蒙掉了,对不对,好的,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那个sat,tof的那个第二个句子,它的一个长主语的结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句子呢,是,这个句子呢,非常非常的难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Traditionally, pollination by wind has been viewed as a reproductive process,marked by random events in which the vigorous of the wind are compensated for by the generation of vast quantities of pollen, so that the ultimate production of new seas is assured at the expense of producing much more pollen than it's actually used, 那么看到这个句子之后,我们还是想到,首先看一下这个句子,它的一个逻辑词,那么有没有呢,Traditionally, pollination by wind has been viewed as a reproductive process,marked by,marked by, 好,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式状语的标志,叫做marked by,以什么什么什么著称,以什么什么为特点,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又一个,in which,第二个,好,那么上面是主干,对不对,一层结构,这个是二层结构,这个是三层结构,marked by random events, in which,三层结构,那么in which the vigorous wind are compensated for by the generation of,by the generation of, 以什么什么为形式,又是个方式状语的标志,that's the quality of Poland,so that,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个三层结构,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二层结构,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怎么着, the ultimate production of news is assured at the expense of,又是一个方式状语的标志,at the expense of,三层结构,producing much more pollen than, 这个比较状语的标志,it's actually used,所以说整个句子的架构,就看清楚了,首先有个主干,主干就是说,主干,现在它的主语,pollination, 那么什么叫做pollination,很简单,叫做什么,叫做受粉,是不是啊,植物类的啊,受粉,那么受粉呢,being veiled,被动, 它被认为是一个什么,as a reproductive process,被认为是个过程,受粉被viewed as a process,受粉被认为是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看修饰,什么样的受粉,by wind,左右这几个,丰受,前面那个词叫受粉,叫丰受,丰受,那么丰受被认为是一个什么过程, 被认为是一个再生值的过程,啊,左耳,左耳里面的形容是左,是不是啊,那么丰受被认为是一个再生值的过程, 好的,那么接下来,后面这个marked by,就是一个什么,做现,这个过去分词做后制定义, 以什么什么为特点的一个再生值过程,那么丰受是以什么为特点的一个再生值的过程呢, 它是以什么呢,marked by random events,叫随机概率,随机事件,随机性, 它是以随机性为特点的这样一个再生值过程,那么什么样的随机性, in which,the vigorous of wind,因为它的风具有随机性, 所以这种随机性是由什么来弥补,以什么形式, 以产生大量花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弥补它的随机性为特点的这样一种实在这种过程, 对吧,也就是说后面这个in which,修饰的是前面的这个, 这个,所以说我们翻译的时候要把它倒过来, 所以这个句子怎么翻译, 丰受啊,被认为是一个经由通过产生大量的花粉来弥补这种丰受的随机性为特点的一种再生过程, 那么它这样的一种特点呢,就能够导致什么,so that, 二层结构,也是二层结构,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怎么着, 就能够,结果上一层结,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就能够保证, 对吧,the ordinary production,production,核心名词, 最终的一个什么production,of,优质结构,newsease, 就能够保证新种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产生, 也就是说传宗接代的最后一个一个结果,对吧, ease assured,那就能够保证, 那么acted even方式上有的标志,以什么为代价, 产生比实际需要的多的多的花粉为代价, 所以整个的这架构,就是主干, 花丰收是被认为是一个生殖过程, 以什么为生殖过程, 以这个特点为生殖过程, 是以这样的特点就能够保证什么什么的特点, 所以说整个mark的后面, 跟着的后面整个的这样一个东西, 都是这个process的一个什么, process的一个后制定义, 对不对, 所以说它非常常的一个修饰, 这个修饰简直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句子, 这个有点夸张,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嘉义里面句子一个经典的一个句子, 就是特别对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拆解这个句子的时候, 就看成什么, 就看成什么, 就是丰收被认为是一个不拉不拉的为特点的再生殖过程, 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它是怎么, 以什么什么为特点, 我们后面再慢慢的通过它的名词的左而右右来不断的去拆解, OK, 这是我们演练的第二个, 这个GRE的一个句子, 好,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 我们看一下, 叫做传统认为受粉是一个再生殖的过程, 并有如下这个特点, 那么翻译着中文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中文的特点是中心词在右, 那么中心词在右, 如果我们把大量的一个定语放到这个中心词的前面, 就不符合中文的句式,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来翻译, 翻译的方法就是拆开, 拆开是翻译里面的一个方法, 拆开有如下特点, 什么特点, 一, 丰收的随机性, 有大量, 有产生大量的花粉, 以消耗比实际需要的多的多的花粉为代价来弥补丰收的不确定性, 对不对, 然后呢, 以保证生殖的一个延续, 所以呢, 丰收被认为是一个以什么什么为特点的过程, 这个局的主干就可以清楚了吧, 一落而改, 稳资金条 thereof, 稳资金条, 解决一些新墨移的一种词材料,